詞曲 李宗盛 和理事長 余理事長 還有各位出版界的先進同道 各位數位出版聯盟的同道 還有我們副出版界的同道 大家午安 我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我們數位出版聯盟的同道 來談這個數位出版電子書樂團這件事情 我記得在兩年前 其實那個時候我也非常的著急 對於我們國內整個的電子書的這個產業 其實我想我們的著急 比出版界的著急還要更著急 為什麼呢 因為圖書館要買國內的電子書 一直都是沒有的 那都是買不到的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案子一個一個的出現 譬如說城邦的數位出版 然後遠流的數位出版的平台 UBM的數位出版平台等等 但是我們也從這樣子一個發展裡面看到 看不到我們所期待的那個電子書的出現 所以其實兩年前我大概也有一次 我就跟王榮農董事長聊到 我說電子書如果要在台灣要能夠開始的話 我覺得要兩萬車的電子書 要兩萬車的規模 我們說至少如果圖書館要能夠來買台灣的電子書 那最少的規模就是兩萬本的電子書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買 因為電子書它跟傳統紙本的書不一樣 它不是一本一本買的 它不是一本一本挑的 它大概買的時候就是一個package來買 那我想這個是我跟王董事長開始來談這件事 那也因為那個時候國立台東圖書館開始要蓋一個數位公共圖書館 那在這數位公共圖書館裡面 最重要就是要做數位閱讀的一個服務 那所以很急 一方面為了整個圖書館未來的一個服務 二方面就是為了我們台灣的電子書 因為我們每一年其實台灣的圖書館界都花了很大筆的錢 買國外的電子資源 買國外的電子書 那我今天會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圖書館對於電子書的看法跟一個運作模式 這裡面我大概會介紹比較多B2B的一個模式 因為那是現在比較成熟的模式 也是我比較建議就是先開始的一個模式 然後之後對於B2C的模式的一個看法 我也會做一些我個人紀念的一個說明 那大概我今天的一個大綱就是主要包括這幾個部分 對於是前天記的時候那個大綱的掃寫了一條 就是對中文電子書畫成一個建議的一個看法 那昨天晚上再把這一條加上去 所以稍微有點不一樣 不一樣大概就是在最後兩張的同影片 不過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大概會從讀者跟電子書的角度 那讀者又分成大學的讀者跟一般的民眾 所以是公共圖書館的讀者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台灣圖書館購買電子書的一個模式 還有大學的模式跟公共圖書館的模式 也是不一樣的 那第三個就是談到 我對中文電子書發展的一個看法跟建議 對於電子書對做閱讀之前的事情 我想我做過很多的演講 那這個演講都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變化 那今天我也要跟各位說明 就是電子書的閱讀我覺得再改變了 這是2003年的一個演講 這個這時候的演講主要還是引用了國外的一些資料 他們一直對電子書的一些使用有很多的調查 那這個調查的包括就是 對於電子書的這個閱讀呢 當然因為意思都是在螢幕上面的 那一般的人反應在螢幕上閱讀 其實並不是一件很愉悅的事情 你在螢幕上可以多瀏覽 但是在螢幕上閱讀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記得那個時候國外的有一個出版社 電子書出版社 電子書FGater 他不是出版社 他就是一個集團商 他中盤商 他就是來台灣然後做了一個演講 他說他覺得他們現在的 business model 是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的 因為他根據他們的調查 每一個使用者的上網 看電子書的時間是15分鐘 我剛才我就說錯了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一個統計 這完全錯誤 15分鐘怎麼可能看完一本英文的電子書 這是不可能的 那15分鐘表示大家上去看了看 然後就下來了 所以您覺得時間夠 可是我認為那根本都沒有在做閱讀 所以其實在國外一直都有做很多的研究 包括我們看紙本的速度快 還是看電腦的速度快 它是在單欄的排列之下 在兩欄的排列之下 還是三欄的排列之下這個速度 那我想根據過去的一個研究 都是紙本閱讀的速度快 然後它是在單欄跟雙欄的情況之下 單欄跟雙欄的情況之下 其實紙本都是比電腦快很多 那這是2003年的一個研究 澳洲的一個研究 雖然它所使用的這個 這個研究的對象力不是很多 只有14個人 他是做訪談 他是做一個觀察 就是他能在使用PDF檔 跟使用Word檔 跟使用HTML檔的時候的一個情況 都是針對電子書 那學生剛開始的時候 幾乎所有學生都是印出來 因為PDF他可以 他可以印出來 然後有五個學生試著在PDF上讀三道四頁 後來他們就覺得眼睛根本受不了 所以印出來讀是那個時候的一個情況 那所提供的Word檔因為沒有列印的功能 所以學生只好在螢幕上讀 可是還是有一個學生 因為他知道他可以做CopyPaste的這種列印 所以他還是把它印出來讀 那學生他們沒得選擇的時候 當然他們只好這個樣子 但是當然有選擇的時候 他其實是願意在紙上閱讀的 那第三種格式 它事實上是採用一個比較好的 電子書的排版方式 那包括它是一個檔案的就是HTML 然後他有提供了比較好的這個 整個collection跟分頁 左邊是目次瀏覽全文的這種 以章節來切割的功能 我想這是很多電子書 目前有的這種在電腦上看的一個情況 但是在當時其實還有很多電子書 他就是整篇全文給你 那這個方式學生已經覺得 是比較可以接受在線上看 因為他大部分一張可能就是一到兩頁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問到是否願意買電子書的時候 大部分的學生都是說他們願意買紙本 只有電子書是紙本價格三分之一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願意買電子版 那如果電子版只是紙本的複製品 沒有任何價值的功能 那他們也不會願意來買 那這個是2003年的一個調查 那為什麼會願意在電腦上閱讀呢 是什麼情況之下 他們會比較願意在電腦上閱讀 那答案就是第一個要省錢 第二個它有整合的功能 電子版需要有整合功能 就是跟電子教科書整合在一起 跟學習環境整合在一起 如果只是直接把紙本的格式變成電子格式 那他們看不出來任何線上閱讀的這種優點 如果主要的概念能以動化表現那會更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電腦、網路它事實上搜尋快 遊覽方便、查詢方便 可是閱讀卻不是那麼需要快速度的 那麼需要快速度 所以如果這兩件事情可以整合講 那對他們來講是最好的啦 閱讀事實上是要花一點時間 尤其是到英文的閱讀 那你還要查單字了 我們學生看一篇英文的文章 Paper 期刊 碩士班的學生 他如果要好好看 他恐怕要看一個禮拜 他可能要看一個禮拜 那不可能在網路上閱讀 當然對中文的又不一樣了 對中文的閱讀跟細文的閱讀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到2006年的調查 這個調查其實很多 大概是列舉了一些比較有規模的 2005年這個Denver這個大學 他們在線上目錄 他們在線上目錄的 可以查到電子書 已經有20萬人 23萬種 然後他這個問卷填堂也是有2067人 那他們是不是知道呢 圖書館有電子書回答式的人 大概是差不多是有一半 一半的人回答式 然後回答式的人呢 大概分佈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分過情況 比如說Business的人百分之五十八 Chemunity的小分之七十四點四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 不一定是Business的人 會比較會用那個電子 不一定 你看Chemunity的人他使用的比例還滿高的 然後Non-traditional的 這個就不曉得這個是什麼樣子的學科 Professional的大概是有52.5 比較專業的人士Science的人士60.8 然後Social Science的大概68.8 所以其實這個大概就是一般使用電子書呢 應該是沒有幾乎看起來沒有學科上的太大的差別 那使用電子書的頻率呢 這也是2060年的調查 大概那時候的人比較的大部分都是偶爾使用 偶爾使用 很少數是經常性的使用 比較少大概都是在10%上下 然後只有使用過一次的人呢 Undergraduate的學生 各位看到這個Undergraduate的學生 只有使用一次的其實滿多的 表示他們並不是那麼的急於使用電子書 這個對他們來說 閱讀可能比使用電子書難得更重要 那對於這個教師跟研究生 他們使用電子書比較長選的比例好像是比較高一點 那他們怎麼使用呢 他們怎麼使用 這個也是分成教師、大學部跟研究所的學生 他們會整本閱讀的 會整本在上面都閱讀的 大概的比例是這個樣子 是這個樣子 這個比例都不是非常的高 那他會讀一個chapter 一本書裡面一個chapter的比例其實是比較高的 是比較高的 然後他只讀一個幾個page的 這個比例其實也是不低 不過看起來我想既然要讀的話就不會只讀幾頁 大概就是把一個chapter大概就看完 他也許沒有很仔細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他也是瀏覽完的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學習慣應該是還蠻相近的 那他會線上閱讀還是印出來讀呢 他會在電腦上閱讀的 老師的比例是47.3 大學部的學生40.6 如果是研究生的話47.7 然後他會在他的pda上讀的比例並不是那麼高 這個跟他是不是方便下載到他的pda 其實會有關係 那他會把印出來讀的比例呢 其實已經少很多了 已經少很多了 就是剛剛有讀的 剛剛有讀的 然後看情況的比例其實也不少 表示其實還在猶豫的 並不是完全在線上閱讀的這種比例 其實還是蠻高的 還是蠻高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2007年的情況 2007年的情況 那這個是Even這家電子書廠商 他們是接做了一個研究 他這個研究他其實是廣發給全球的老師 那我記得我也上去填達了 那總共有906人去回答他 大概有50%的人表示喜歡使用線上資源 在研究課堂準備跟教學上面 50%回答的人 那我相信這個比例是比實際上 實際上的老師的比例要高 因為會上去填達的 應該都是比較接觸這樣子訊息的人 然後有18%的人表示他比較喜歡資本的資源 好 那這個是那個去年這個伊利諾大學 他們所做的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他是跟Springer這家公司來合作的 那全校他們有4萬多人 但是填達的人只有1547人填寫這個問卷 那分析起來大概就是裡面有40%是大學生 研究所跟博士班37 教師C可勝 那還有其他學校跟學校的研究的資源 那比例的分配 學科的分配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們有問了很多問題 包括你知不知道學校有電子書 那知道的55% 到2008年其實只有55%的人 注意到學校有電子書 這其實還是真的不算太高 不算太高 45%的人不知道 然後有使用過電子書經驗的57% 這個當然不是只有學校的電子書 就是他整個有使用過電子書經驗的 有57%的人 那使用的頻率也是一樣 每天用的有44% 每週使用的18% 每個月使用的30% 少於上述選項的有48% 就是比每天 比每個月還要少的 比每個月還要少的有48% 那這個比例對UI來講 其實也真的不算高 那會使用什麼樣子的電子書呢 就是因為一般人對電子書 不是有這麼明顯的區隔 因為電子書最先開始 整個數位化的還是以reference 就是參考工具書 所以其實有很多老師他們所認知的 這個電子書可能就是參考工具書 那所以他覺得他有使用 那這個參考工具書目前 絕對都是電子參考工具書的天下 那這個有使用的是59% 研究性的書籍 書籍是43%研究性的 可能包括一些技術報告等等的 那還有一些Model graph 就是單本的書 那電子教科書就是他真的作為textbook的 44% 使用的目的大部分還是研究 因為是大學嘛 78%不是為了研究 56%是為了讀書 10%就是為了教學 還有就是平常的休閒 那2%是為了其他目的 可能就是覺得看看好玩而已 那不使用的原因 41%的人表示他不知道 對不起 不知道了 因為不用 這個表示不知道 對不起 稍打一個字 可是我有電子書 18%表示他們還不需要 15%指書他們不喜歡在螢幕上閱讀 10%表示不知道如何找電子書 7%表示喜歡 他就是喜歡值得他不喜歡電子書 那5%找不到他們適用的電子書 就是上去看看有沒有適用的 3%表示他們只需要電子期刊 那最後問他喜歡紙本還是喜歡電子書 喜歡ebook的比例大概是這樣 還滿平均的 大概是11% 11.5% 喜歡紙本的還是多一點 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 然後兩者都喜歡 都可以接受的 這個比例其實是滿高的 就是兩者 兩者都願意接受 都可以接受 都喜歡的 大概是50幾% 那我覺得這是好消息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國外的大學圖書館 目前大概都 老早他們當然都已經有買電子書 那很多都已經在借電子書閱讀器給使用者 就是借閱讀器給使用者 那國外的公共圖書館的情況就是怎麼樣 那其實他們電子書的使用購買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這邊是這個紐約的布魯克林區 那它的公共圖書館 那在這邊他們就在整個首頁裡面就單個沒media 就是可以下載的媒體 可以下載媒體 那大家也都可以上去看一下 就是可以下載的媒體呢 那他這邊有兩個選下一個是Digital Media Panel 他的這個目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他有這個Net Library 就全部的Net Library 就是如果你就是之前用Net Library 那你可以選擇這個 那進去以後呢 他們又分成很多種 譬如說是iPod用的 iPod用的語音書 各種 還有就是Overdrive Overdrive是國外工作 國外非常大的一家 算是服務商 很多公共圖書館都買他們的這個資料 買他們的服務 買他們的內容 那有MP3的這個明義書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電子書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去上去圖書館看一下 那這次他們今年有做了一個 還是去年 應該是今年他們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那個演講的一個投影片裡面提到 使用eBook或是使用這個語音書的情況 那以2008年來講 其實使用eBook的情況已經是高於使用語音書了 他們幾年前 我知道幾年 因為我每年大概都會去美國開這個LA的會議 那他們語音書是非常的興奮 這跟美國整個關係有關係 他以前他們的可能是露燭非常遙遠 所以很多人都拍攝 所以他們的語音書是非常多 他就會錄音帶、錄影帶 這個就擺在車上 然後就聽語音書 那但是到2008年9月 其實使用電子書的這個比例 這個數量已經多於這個語音書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一個現象 那一般使用者他們會看些什麼 他們會期待看些什麼呢 因為是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 共共主管民眾就是一般人 第一個當然就是小說 然後有曼史的小說 愛情小說 這個在全世界都一樣 愛情小說人人愛看 那第二個就是一些比較工具性的 技術性的一些書 那第三個就是商業性的書 第四個就是一般比較流行的 流行的東西 流行的一些故事啊 流行的一些文化啊 等等的東西 還有DIY的東西 教你怎麼樣做些什麼事情啊 教你怎麼樣投資理財 教你怎麼樣增蛋糕 增蛋糕 教你如何去這些 那這個大概就是整個對於使用者的情況 那我想一直都有非常多的研究調查 那不過這個大家不要忘了 這個研究調查是圖書館做的啦 那圖書館為什麼說是圖書館做的 因為圖書館做的 跟如果大家對一般人這樣做會不一樣 圖書館繼續做會不一樣 因為圖書館是不用錢 圖書館已經幫使用者買了錢 使用者有錢要自己付錢 所以就不要付錢是差異很大的 因為一般他們已經很習慣 在Internet上面就是 就是所有的東西就是免費 那既然有好東西 當然他們也願意使用 可是這個好東西如果是需要付錢 其實很多人都會大法折扣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圖書館 是怎樣買電子書的 這個部分主要是以台灣的情況 來跟各位做介紹 那不過這個情況呢 一般來說大概全球的圖書館都是如此 都是會用這樣子 以前賣圖書館買書 大概都是單本單本的去挑選 然後每一個圖書館自己買 每一個圖書館自己買 可是自從有了電子書 電子資源以後已經不是這樣 就是聯盟 就是用聯盟的方式來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書都不是 電子資源都不是進到你的學校來 都是你可能還是遠端存取 只不過是你有這個license 就是你有這個你被授權的 你可以去取用他開IP 開你的IP給你使用 無限使用 那既然是在遠端 存在遠端 那也不一定要每一個圖書館 都要自己去跟他 就是要一起來談就對了 就是他賣的時候 他的這種售價模式 其實business model非常多種 電子期刊還有電子資料庫 跟電子書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都是不一樣的 那電子期刊當然一定是用subscribe的方式 就是用訂購的方式 每個月訂 每個每年訂購 每一年訂 每一年付這個使用費 然後如果你付了2008年的使用費 你有訂購這些期刊 那你會永遠擁有這些期刊的使用權 就是你選擇的期刊 不過他們在賣的時候 賣package 就是我們是聯盟買 聯盟一起來談 那每一個學校呢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學校 你不要申請你原來的期刊 然後我給你更多的期刊 因為全部加起來 譬如說假設四大原來 只有買這個資料庫的期刊買100種 可是因為聯盟整個加起來 買了1000種 那也許我們可以看到1000種 那我們可以永遠使用的是那100種 所以這個就是 它很多種business model 但是它又不刪定 不可以刪定等等這種要求 不過這個也都在改變當中 也都在改變當中 那我這邊講的是電子書 電子書呢 圖書館比較不願意用訂購的方式 這個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不合適的 我們大概買的話 就是用買斷的方式 就是把它買了永久使用權 不是每一年付同樣一批書的這種使用費 這種使用費 你要讀就好 就是明年新出的書 那這個目前買的很多 包括北大方盛 就是中國大陸的 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 這邊是 台灣的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 這個目前是由馮甲大學這邊在做 幫大家來談這個議價 那大概有好幾十個圖書館一起再買 這個北大方這個中文電子書 那這個電子書大概差不多 每一年有三萬多冊 那以世大來說 這個我大概也可以把這個價格跟各位講 每一年大概花50萬 這樣子的書 買10萬 就一個圖書館 好 那來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這是從兩年前比較大規模的來買西文的電子書 買西文的電子書 以前西文電子書也是大學圖書館自己就是開始去做 去議價 那最先進來就是Net Library Net Library它的模式從開始進來到現在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譬如說它剛開始的時候 它就是說你每一個 你是聯盟買可以 那全台灣如果只有一本 那就是同時間一個人上線 然後每一個人直接使用一天 所以 那後來他說他統計 他覺得這樣子時間是夠用的 因為每一個人上去只有15分鐘 我說其實那就表示這個書根本沒有人在使用 我們事實上是百付了錢 而且這個是西文 那個台灣的學生看西文的能力沒那麼好 15分鐘他能夠把一本書 或是一個chop的看完 這我是不太相信 我是不太相信 所以其實那個使用率是很低的 是相當的低的 那到了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我們是比較強力的 比較強勢的主導說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的購買方式 那請國外的廠商來配合 那我想這個模式也是全世界絕無僅有 自從這種模式開始以後呢 全世界的電子書大概都可能都會 都是朝向這樣一個模式來購買 那我們這種購買方式就是是由那個 其實是教育部先補助的金份 我們跟教育部申請錢 等一下我們會說教育部補助多少錢 然後各個讀書板再出一些錢來買 來選擇 那我們選擇的方式有很多 等一下我大概也會比較詳細的 針對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的方式 來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們買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 就是自行挑選或是同胞訂購 像台灣那個北大方正式 你可以自行挑選 單本 我們可以聯盟單本挑選 那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這邊呢 我們有整套整個collection把它買下來 因為就像原來的圖書可以統購嘛 就是你的出版社 你出的書是很好的 大學圖書有時候就不太會挑 你就全部買下來了 因為你這個出版社是很有幸運 你出的書大概就是大學會用的 所以目前所做collection的情況 大概就是一家是Springer 第二家就是Oxford 就是這些比較有名氣的出版社的書 那一整年出版的電子書通通都買下來 其他的大概就是用單挑的方式 單選的方式 那Ivery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之前有跟Black Ball做綁在一起 那如果說也就是說很多 就是你有買這個Black Ball 然後他給你比較便宜的方式賣給你 讓你來訂購Ivery的電子書 不過事實上後來我們像Springer 我們後來也不用Black Ball 那我有跟我們電商中心主任講說 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並不適合打學來買電子書 因為Ivery它並不是一家出版社 它事實上是一家機程商 它的書所收的有四萬多冊 你可能對世大來說 有用的可能只有三百 三百等 那你以為你那個站到平 其實是並沒有啦 事實上是並沒有 所以後來我們這個部分 因為在學術電子書聯盟裡面 也包括了Ivery這個電子書 所以大概就包括進去了 那中國大陸的書呢 中國大陸的書 其實目前在台灣是比較多人使用的 超新數字圖書本的電子書 它也是單本挑選 那跟北大方正一樣 就是因為它是中文的 所以大學生、研究生、Master Degree 的Master學生都喜歡看 都喜歡看 那還有華裔有這個電子學位論文 電子學位論文 它跟幾個學校有簽約 那沒有簽約在上面的學校 並不表示說他們的資料沒有數位化 沒有電子版 因為事實上學生寫論文 一定現在都是用打字的 那學校的圖書版都會把這樣子的 都會把學生的論文 就擺在學校圖書館 那像我們學校的話 就是open來使用的 open access 所以這個事實上也是不同的 對於學術性的出版品 open access是一個很大的趨勢 所以這個對很多的學術性期間 或是學術性的圖書來說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說實在沒有一個老師 是因為寫了很好的文章而賺錢的 直接從那篇文章拿到錢 絕對不是 它是一個reputation 所以其實open access呢 是出版界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因為學術期刊、學術文章 學校整個國家已經付了錢做研究 然後它送給學術出版社 專業出版社、商業出版社 商業出版社把它做整合 做編排以後 做審查做編排以後 它又很昂貴的價錢賣回大學 那這是一個很不平衡的一個現象 所以後來就是有很多的學校就是發起 就是要做open access 那這已經就是變成一個全球的一個趨勢 這也可能也是會迫使整個的學術出版的商業出版界 尤其是期刊 它在它的價格上面 它必須要朝一個平穩的一個方式來發展 它們以前大概就是每一年漲 漲5% 每一年漲6% 我跟他們說 其實就米價跟小麥價格 我們還得每年維持它的平穩 為什麼你們要 你們有什麼樣的理由 會得每一年這樣成長 這是不合理的 那我想他們現在也受到 非常open access的這種壓力 這個已經整體性的在思考 在思考這個價格的這種問題 那PQDD也是一樣 國外的電子 這個學位論文電子書 那它選的方式呢 譬如說台大選100等 遲大選100等 那可以看到還是一樣 可以看到全部的這個學術性的論文 因為基本上學術論文 它還是有點open access的這種屬性 不應該只是拿來賣錢 那還有很多啦 中國也是有國塑士論文 屬於資料庫 文英格士庫全書 那整套的士庫全書 還有中國古籍資料庫 中國大陸最近也是把一大堆的 大概1萬2千種的古籍電子書 把它用package的方式來賣 而且它綁的 我覺得這是他們商業公司的操作 就是把它綁得死死了 就是說你就是六個大學一個聯盟 六個大學被聯盟 它就是不要讓你整個台灣電子書一個聯盟 那這個是 但是後來我想它這個模式 還是會被做一些打破 那我大概再把台灣學術電子書 聯盟的一些情況跟重要的 其實文字的部分我想就請大家看好了 這個其實負責的學校有幾個 像我們是負責做整個的推廣 那經費的支出的情況 這是2008年的情況 今年大概有1億9千多萬來買 那去年的整個是花了2億多 2億0600多萬 那這錢是怎麼來的 一個是教育跟補助卡 一個是聯盟自首 一個是就是Springer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買Springer的collection 那個錢非常的昂貴 整個Springer collection全卡要買下來 差不多將近5億元 那就光是他的collection 全台灣買下來 那所以那個有幾個擺 有幾個那個就是我 平均大學自己認捐 都出一點錢 那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那也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買的數量 買的數量 整個西文書大概是這樣子買的 那這個最大的一個效率 當然就是大家一起來買 價格會一起來分享 價格會比較便宜 價格會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是各自買的話呢 很可能一本書差不多100塊 100塊美金的這樣的價格 可是如果是參與聯盟來訂購 那差不多是3.8美元 2.3美元的價格 當然這個是 這個數字可能是不存在的 可能是不存在的 不過這個數字是存在的 因為並沒有每個大學 他是僅去買了這麼大量的電子書 好 那這個是陶芋學術電子書聯盟的 一些相關的訊息 這個是由我們來維護的 當然如果要了解一些相關的情況 在這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當我們在買這些電子書的時候 電子資料庫的時候 我們都會要求廠商一定要提供 圖書館的使用統計 這個使用統計一定是要標準的 Counter 就是這個標準的 用Counter的標準去做的統計 然後給圖書館 這個是一定要的 那維麗台中圖書館呢 他也買了很多電子書 就是比一般民眾使用的 當然買了這些 那他授權模式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有買斷的 就是這個電子書來講 圖書館大部分比較喜歡是用買斷的方式 那但是有少數他是用整個package的方式 像tombo tombo不可能他是兒童的電子書 那這一套在全球也都使用得非常的普遍 在台灣使用力非常的高 就是兒童電子書 他整個是用非學設計的 有聲音有動畫 那我想這個時間並不是很夠 我想就讓大家看一下國中圖目前的情況 那今天早上我們也跟國中圖的這個 麥克科長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們目前大概拿到了一萬多冊的電子書 然後他們後來就是比較放開 就是兩年以前出版的書 所以有很多的出版社就願意授權給華裔 因為他們是委託華裔去做收集的 那所以目前大概一萬多冊的電子書 使用率也滿高的 就是一個月大概是使用了六千、六五千次 那這六千次是不是真的都使用不見得 就是有點、有點月的 那因為他有買這個測速的限制 譬如說他一本支買五個volume嘛 買五個volume 就同時可以五個人上線 那有些人可能上了線以後 他又下線 因為沒有人到他 有的人是連上去以後 連上去以後呢 這個點了但是點不下來 因為書經過一些加密 所以漲賣變得比較大 40Mbps變成60Mbps 他可能也下載不下來 連線連不下來 所以這都還要再扣緊一些 不過差不多就是六千多人次 那我覺得這應該算是滿高的 應該算是滿高的 那我想國中圖的情況大概是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還在繼續討論當中 最後呢 我想我對於整個電子書的 整個電子書的這個未來的一個發展呢 提供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第一個就是使用者 事實上快速的在改變當中 從不喜歡到接受到喜歡使用 到喜歡使用 那為什麼是不是有這些改變呢 當然跟整個的服務跟整個的科技的改變有關係 還有電子書的這種設計 其實這樣子 電子書的這個數量的事實上是有關係 那當一個圖書館你上去搜尋 結果你一本也找不到 或是你找到的都不是一樣的 那其實大家對於這樣子的這種電子書 它的使用興趣不是太高 可是當數量已經衝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的東西已經多很多了 像師大我們目前帶有將近60萬冊的電子書 因為很多大學他還在加上一些免費的 可能100多萬冊 那這樣子的數量其實是很足夠來應付 足夠來應付使用者的需求 不過使用率還不是那麼高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都是西文書 大部分都是西文書 那台灣的學生 我覺得他們的英文程度真的是 要看一本電子書啊 那個程度還是不太夠了 所以我們期待中文電子書已經期待很久了 那從美國公共圖書館 提供各類電子書跟媒體資料可知呢 從這樣子一個經驗我們可以看到 我記得在2003年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的我的一些演講可能都還提到 因為那時候是網路電子書 所以我們如果是網路電子書 那電子書的市場 事實上就是學術市場 就是學術市場 因為必須要你不得不查詢 然後必須要去看到它 然後去使用它 你不一定是在上面閱讀 但是學術電子書絕對是第一首選 因為這跟需求有關係 第二個電子書不一定有以瀏覽為主 那在當時像歐萊利他也是說 電子書的使用模式就是有覽多於閱讀 但是現在看起來不見得是如此 那電子書的商業模式 它也是認為一定是V2V的模式 現在這個樣子的模式呢 因為有了電子書閱讀器 我認為它真的是改變的 真的是改變的 至少像我呢 因為很多的電子書 電子書越來越多 像我經常在家裡就會臨回學校去找書 我可能不太會去借書 借書的話大概都是 我會去請助理去借 可是我如果臨時還有一本書 我大概就是去看有沒有電子書 沒有的話我就不會使用了 那所以電子書閱讀器的使用行為 其實在改變 當它的量夠大 到達某種程度的時候 我覺得夠方便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會去使用電子書 所以我認為電子書產業是大有可為啦 已經到了一定是往這個方向 那個飛走不可得這種路 但是要使用者自己去購買電子書 要有一些條件 國外其實也是從Amazon開始推出Kindle才有 那它推出的時候 事實上它有的電子書是二、三十萬冊 二、三十萬冊 也就是你買一台Kindle 你有那麼多書可以選擇 那我可能會買這台Kindle 台灣呢 就是我覺得兩件事情會影響到這件 到電子書閱讀器的產業 一個就是電子書閱讀器的價格 一個就是裡面可以裝什麼東西 那我每年大家都會為學生這些事情 那個電子書的出現呢 閱讀這件事情 我覺得電子書閱讀器跟電子書 有時候要把它分開來看 因為電子書畢竟是為了 是內容 是為了閱讀 那電子書的出現會讓讀者買更多的書嗎? 會不會我覺得可能會 但是要有一些package的那種 business model的差錯 電子閱讀器會讓讀者閱讀更多嗎? 不見得啦 它有了但是它不見得會讀 那期望讀者什麼呢? 我們到底期望讀者什麼呢? 閱讀更多還是更方便的閱讀 還是為了環保 所以我們不買資本 可能因為它會買電子書 因為事實上一個人一輩子 或是說一個是今天讀的數量 一定是很有限的 有些人他會買了很多 然後他也會看了很多 有的人他事實上他是不買的 他也不看的 有些人他事實上是想要看 但是他沒有去買 有些人是他應該要看 但是他也沒有去看 所以這我們的使用者裡面 那當場我們也可以調查一下 多少人一個月買多少書 其實這個事情還是內容產業最根本的 閱讀這件事情 內容產業最根本的 但是如果你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這裡面 可以去分析出來 有些人他是想要 但是他不方便買到 或是不方便擁有 或是他沒有錢 或是他想要買 但是他這個 你如果把像衣服一樣 其實他不太需要 但是你也會買很多 那書有時候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其實要去找到使用者的那種 這種需求 還有做一些商業模式的工作 那商業模式我會建議 當然以B2B來優先 因為這個免費提供給使用者使用 國家已經先付了錢 這個使用者絕對會去用 他只要數量夠多 他絕對會去使用 我們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我們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就是沒有 沒有我們團體制的中文電子書太多了 其他的話 西文的話 幾乎大家都已經慢慢的 越來越喜歡用西文電子書 或是中文的北大方式的電子書 或是這個中國大陸電子書 那B2B會逐漸形成 它會逐漸形成的條件呢 有很多原因 這個譬如說 譬如說 這個以大學生來說 如果你幫他一個電子書業主席裡面 擺的就是他大學四年 會用到的教科書 會用到的書 他一定會買 他絕對會買 因為這對他來講方便太多了 就是你幫他把他用的東西準備好 大學生 他不用再去借 那他會很喜歡 那這件事情如何 怎麼透過這個去完成 當然有很多困難 因為他用的書裡面有很多的授權問題 有很多的是屬於學校是西文書 那怎麼去整合 這一定要跟大學的圖書館 可能要一起來討論 可是這裡面如果有一些書 就是他四年裡面一定會用到的書 其實他一定會買 還有我也問過我們的學生 電子遊戲價格在多少 他一定會買 三千塊他們一定會買 好 他們說 他們全班都舉手了 五千還不一定 一萬那幾乎沒有人考慮 因為他們會說 我有電腦 我可以用電腦 我為什麼一定要用電子書業主席 所以方便到某一種程度 而且便宜到某一種程度 他們都買了 他們都會買 但是其實一般的市場 還是有很多可能的 像兒童的市場 我覺得這個市場實際上是滿大的 四字卡、貴本、各類的讀本 這個對一般人來說其實是有滿大的 對小朋友來講 實際上是有滿大的這種可能性 因為家長都願意花錢 那電子書閱讀器 如果你字幕不是太小 你這個觸碰的這種操作 其實是很方便的 那每一個家長他要帶孩子出去的時候 他就帶著電子書閱讀器 不要讓小朋友在外面亂跑 然後這吵吵吵吵吵 就是配搬圖故事 我覺得這是很方便的 那一般的民眾我覺得可以 如果他可以選擇電子書 也很多的話 我認為他們也是會買小說、漫畫、旅遊、DIY的書、學語文的書 尤其是語文的書先進來 那這個買的可能性都很高 但是我就說閱讀器有時候要跟電子書分開來 閱讀器他如果可以加上email跟AR的技術 就是說過增實際的功能 那我認為電子書閱讀器會人手一個 以前我大家到哪裡 我都會背著我的notebook 預理師出國一定帶著我的notebook 但是每天上學也帶我的notebook 然後其實你帶著他在公司也有電腦 其實不見得有需要 但是有時候我還是很希望能夠帶著我的資料 我的資料來看 那我覺得如果他能夠加上email還有AR 讀二維條碼 我覺得電子書閱讀器真的是很理想 因為他比手機大 然後他比電腦輕 他比電腦輕 那手機是年輕人的使用模式 但是手機也不太不見得適用在書 所以我覺得電子書閱讀器的大小跟輕重 是很有影響力的 很有很重要的 那年紀大的人40歲以上的人 大概就是最好去看電子書閱讀器 那接著我會建議就是跟大學合作 做很多的電子書使用行為的一個調查 所以國內也是要持續做很多的這種調查 然後跟大學組織合作電子書閱讀器的適用研究 那另外呢 我們可不可以也發展電子書閱讀器的社區 譬如說像詩大夜市 那個夜市其實是一個相當有文化水準的夜市 很多外國人有很多的店 那大家進去吃飯 顧光吃吃飯 你坐在那邊等的時候 事實上就可以有電子書閱讀器 提供你來閱讀 其他雜誌來閱讀 我覺得可以形成更形成一種風氣 不一定光是在大學裡面 因為大學它還是比較一個封閉的一個社區 可是在社區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電子書閱讀器 有很多的可用性 但是到了如果是我們出版的電子書 是書的話呢 那它還是必須要回歸到內容產業 也就是說它必須要針對使用者 什麼樣使用者會買什麼樣的書 這種事情事實上只有出版社比較知道 出版界比較知道 還有這個圖書的通路商比較知道 圖書版當然也算是圖書的通路商之一 比較清楚 那如果是這個通路 譬如說中華電信來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要做很好的整合 或者的話你所賣的東西 大概就是把所有的書呢 當成是跟賣電腦或是賣衛生紙一樣 那沒有差別 可是事實上內容是有差別的 對不同的人提供什麼樣的資料 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好我想我大概今天 不好意思擔落了一點時間 就先說明到這邊 謝謝 好我們也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